今晚来到娱乐一世代 可以算是我们2024年第一位这个特别来宾 哇真的各位朋友一起来欢迎金奎刚 大家好我是奎刚 干嘛 我们这个新的身份呢叫做奎刚 不用金了 而且是换个奎 我知道因为我今天还疑惑了一下 对因为我看到你的名字 我就想我印象中你的奎不是这个奎 对你换了就变成奎花宝典的奎 因为奎花的奎的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在trash里面那个 大家知道我的印象比较阳刚一点 但是因为我这一张mini album出的时候 就是我的音乐风格呢 就比较柔情一点 比较没有那么阳刚 所以我就想要取一个奎花的奎 看起来比较可以综合奎刚 综合掉那个刚字 对对对对 看起来会比较那种 可是奎刚两个字显然就不是你的本名啊 对不是我的本名 对啊 那我倒是觉得很特别 就是我们从认识 我就是奎刚奎刚奎刚这样叫 对不对 对 但我都没有想到 你怎么会用这么特别的名字来当你的艺名呢 没有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我本名姓王 对 那我那个时候在 因为小时候Facebook都很喜欢改什么 姓氏不改那名字改 对啊对啊 对我很喜欢就是王那个字不改 然后改什么游戏王 对什么欧比王 然后我就发现了有一个乐团叫神棍 他的主唱也叫欧比王 对啊欧比王 欧比王很赞 对欧比王就是星际大战的角色的名字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想说那我一定要取一个你师父的名字 我懂了 对对对 欧比王的师父 对对对 金奎刚 奎刚 金奎刚就这样来了 对对对对 所以当时把自己的名字叫金奎刚的理由 基本上是蛮中二的 蛮中二的 哈哈哈哈 但你知道娱乐一世代 从以前我们就一直很想找奎刚自己来 对对对 你自己一个人来上我们节目 今天反而变成是第一次吧 对对对 对不对 之前有一次是跟柯将来 对啊 对 而且陆陆续续每次看到你 我就说 欸奎刚 奎刚要不要来 要不要来 或者我会命理说 诶 健哥我有时候可以去一下你节目 当然可以 对 但是为什么后来都没有一个人来呢 好没关系 因为他今天来还真的带了 连实体CD都有了 没错没错 哇 这是奎刚的个人首张创作 对 这是mini album 地狱的家 但是今晚在娱乐一世代 你先从整张作品的开始 你会听到的这首歌 其实我非常的意外听到这首歌 因为他让我感觉你在这首歌里面 就好像带领我们在各个不同的空间里面 我觉得这个在玩的一个空间的感觉很特别 对对对 歌名叫葛奴尹 欢迎你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娱乐一世代 今晚娱乐一世代来到节目的朋友就是Tresh的鼓手奎刚 奎刚他推出了个人的这一个应该算迷你专辑 但是其实他又是一个内容很丰富的一张迷你专辑 对对对对在还正式进入这个音乐作品之前 那因为前一阵子你们的林依元他也发行了个人了嘛 对对所以他也来上了节目这样 所以你们现在胜博文 胜博文 博文有吗 先不要逼他 他压力有点大 那所以这个事情是你们有讲好吗 怎么今年就突然你看怡元也个人然后奎刚也个人这样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讲好 那就是有一种在Tresh里面那是一个面向的一个个性 但是你总会有一个人自己在家里面的那个个性会跑出来 所以我觉得在Tresh今年第15年了 15年然后Mars 23你们的主唱 算是那个个人solo相当成功了 对他是先驱啦 对对对 是蛮成功的 他其实看他们看他这样做啊 其实我们自己也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层面可以拉出来跟观众分享 对因为我发现你们的个性跟乐团其实是蛮反差的这样 因为我跟怡元算熟 就有时候我听怡元他在跟我聊音乐的时候 我想说你怎么跟Tresh里面那个形象差距那么大 对为什么 因为比方说他是受那个你知道 就是说华语流行音乐的影响很深这样 对那奎刚应该是来自一个音乐家庭 因为他的家人很多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一段时间 所以你从小我相信你接触的东西是混搭的 没错没错 因为我在像我爸就是音乐产业的从业人员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家里面就收藏很多CD 然后我记得当初我们刚刚刚来到电台的时候 刚才跟健人哥在聊那个有关于那个CD收藏的事情 就CD是一个什么样 就是你对于收藏CD这个件事的概念是什么 因为像健人哥讲说 我家没有我家已经没有播放器了 我还在收CD 还在收CD 因为那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提醒你他还在这里的一个存在 对啊有时候逛唱片行还是买 对因为像我也是我去年搬新家 然后搬新家的时候就在挑我到底有哪些CD要赶快就是带到我家 然后把他摔在那边 因为我也是很难 你要花很多时间才有办法做完这件事 对那也是因为从小有这么多CD 就泡在CD里面这样 对啊 所以呢你当然应该要走一个让我们认识奎刚的方式 没错没错 对因为说实话虽然你在trash里面的能见度很高 对啊 奎刚他也因为很广阔交友 所以你在trash里面我觉得你的朋友圈算很广 对但是事实上你听的音乐你喜欢的东西 我们说实话并不是那么真知道 因为我其实像trash的东西可能会比较 比较怎么讲比较外放 比较外显 但是其实我自己里面有一段时间我是光 吉他有破音我就会受不了 哦真的啊 对 各种狂主唱常常要破音了 对 对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对于这件事情蛮挣扎 但现在不会啦 但所以你们都是反差很大啊 就是你们进入了trash里之后 你们就认真扮演trash嘛 对 对不对 但你们离开trash里以后你们听的音乐 其实有时候跟真的在乐团的时候很不一样 我听完了你的这一次的作品 我就发现哇真的你那个感性的那一面其实蛮美的这样 对而且加上现在听到这首歌 葛奴瑶這首歌啊 其实这首歌也是我觉得很难代表我在创作的时候的一些行政 因为这首歌其实当初写好这首歌的曲 但是我不知道词要写什么 我就一直在思考我词到底要写什么 我很struggle很痛苦在這裡面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還是我就來寫 我不知道我要寫什麼 我在創作的時候 我不知道要寫什麼 那個很辛苦的感覺 那個我覺得其實都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我們先花一點時間了解歌名 這歌名也太特別了吧 對因為你叫奎剛嘛 然後我們就看到歌叫葛奴役 因為葛奴役是來自 徐世金的一本經典小說香水的男主角 然後這個葛奴役他的特色 就是他的嗅覺很靈敏 因為他就是可以聞到世界上各式各樣的香味 甚至有些人聞不到的東西 他還可以知道辨別他的味道是什麼 所以他的鼻子是很強 他這一身智力的目標 就是做一罐全世界最棒的香水 那其實我覺得跟我在創作的時候那個感覺很像 而且他因為他為了做這個香水呢 他也犯了罪 對付出很多啦 付出很多代價 其實跟我創作的時候很像 對 你沒有犯罪啦 我沒有犯罪啦 一種比喻 歡迎你回到我們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其實我聽這一次奎剛的個人首章 這一個作品 我的感覺是他非常的順 他有一個情感在裡面流動 他在每一首歌裡面這樣 但是我所謂的順就是他在每一首歌之間 他的流動都是很一致的這樣 的確裡面有很多的歌雖然長不一樣 但是你就順著他 那他也會帶動你的情緒 在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葛奴以 也就是一個製作香水的瘋子 對 那就像你一心一意想要完成奎剛自己的個人作品 所以借用他的名字來描述你的心境 但我其實那個時候對這首歌的感覺是 奎剛好像在這首歌裡面 他試著在不同的空間裡面做一些表達 因為其實這個設計其實是來自我跟製作人討論 他覺得前面那一些你比較壓抑 或甚至他覺得你前面那些你覺得你終於得到了一首歌的感想 其實你可以放在房間裡 但是當你內心裡面真正的聲音 其實你可以用更開闊的方式去唱出來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反差感 因為內心那個真的很開闊的東西其實是 你才是真的得到什麼 那反而你那一些你真的有的時候你覺得你創作 你獲得一些靈感的時候 你要不要請訴出來之前的那一些自己跟自己掙扎的還比較封閉一點 那個狀態還比較封閉一點 所以有時候一個創作人他創作的過程 事實上可以是透過錄音讓你感受得到 對不對 比方說壓縮了你 或者是讓你奔放出來 其實在這首歌裡面我覺得有幾個空間感 都好像呈現你想要唱的你想要表達當時的那樣的一個狀態 而且尤其有一個設計我覺得有一個設計我覺得應該要提一下 就是最後一句還不夠傷悲 又不敢說再見 這個就是其實我覺得很多創作人在做 寫歌寫詞的時候一直不敢做的事情 因為我跟很多人聊過 像有一些朋友 他會說Jerry的嘟嘟啊 或者是生蠔這些人聊過 他們發現他寫詞的時候 他們會害怕一個事情就是太赤裸了 對 但還不夠傷悲 害怕赤裸是因為怕別人從歌裡面發現他嗎 對 或者是這個東西寫出來我反而不敢唱 會有這樣的狀況 你也遇到了 我也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就是還不夠傷悲又不敢說再見 其實這件事就是一個很赤裸 他明明很赤裸 但你又不敢講 對 但我裡面也有聽到一些 你好像有一點像是自我對話這樣的情境 沒錯沒錯 對 因為像是副歌裡面講說 誰能聽到我吶喊 然後在溫柔的詩裡面 然後還能換一句 尼南 很暴力的很誠實的說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對應心態 就是剛開始是誰能聽到我吶喊 然後現在就還能換一句尼南 一個是吶喊 一個是尼南 這心裡面其實在尼南 但是你很想把它說出來 這好比是一本書的序一樣這樣 對不對 你從這裡進來 葛奴依 接下來地獄的家也是這張專輯的名字 一開始看到這名字想說要嗎 幹嘛這樣暗黑 但我發現 當然葛奴依剛剛有暗黑的一面 就是他在這裡面也讓我聽到很多你剛剛講的那件事 你的確透過音樂你講了一些別人不認識的你耶 其實我覺得這一年其實我自己的心境轉變蠻大的 因為我發現其實2023年 因為剛好 剛過年 剛過年 2023年其實這一年其實在我心裡面的一些掙扎 跟經歷的一些私人的情感面的痛苦 我覺得是我在很可能在前幾年都沒有 就這幾年特別刻苦鳴心的一年 對 特別讓人家記得 對 我有一次特別在就是在網路上亂看影片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看了一個就是一個講電影解析電影的一個頻道 他那時候在講說 他那時候在講那個大話稀有 就是周星馳那一部大話稀有 他那邊講到一個東西就是 為什麼周星馳還沒有得到三顆字之前 還不能變成那個齊天大聖的轉世 的原因是那三顆字代表三件事情 一個是痛苦 執著跟牽掛 就是人生要放下就是痛苦 執著跟牽掛 你才能變成那些 才能歸依我佛 才能變成 第一 痛苦 第二 執著 第三 牽掛 也太難了吧 對 很難 但是要放下不是說 我叫你放下 你就可以放下 其實要放下 其實要放下痛苦 執著跟牽掛的方式 就是體驗痛苦 體驗執著跟體驗牽掛 而且要體驗到底 所以你的2023年 對 是你邁入成佛的一條路 有點類似 就是我跟我們很多朋友講這個東西 他會說 哇 你現在是要出家了 是嗎 我真的是太久沒跟你好好聊天了 真的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像這一次得到這個體驗 我才發現 其實為什麼我的生命中會出現多這麼多痛苦 跟這麼多值得牽掛的事情 其實都是在要我學著放下它 就是當我有這個念頭的時候 我才敢把它寫成歌 所以地獄不一定是地獄 地獄不一定是地獄 對 它不見得是壞事 它不見得是壞事 回到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8點40分 聽到這個地方 大概沒有一個發現 就是說奎剛雖然是在Trash裡面擔任鼓手 對不對 我們知道在這個音樂史上 有非常多的鼓手發片 比方說像Fear Collins 他就是一個鼓手 那其實呢 他們都可以在音樂裡面 讓我們聽到節奏這件事 沒錯 反而在你的音樂裡面 我覺得節奏變得很不是重點 你知道嗎 對 在樂團裡面你是節奏組的 對 但是你做自己個人的作品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你的鼓其實不是一個作品裡面 好像很必要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覺得 就連我自己當鼓手的時候 我自己都不會覺得 我應該要把節奏放成是一個 讓人家很直接能夠看到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節奏是 對我來說打鼓就是語言 那我覺得節奏並不是鼓創造的 節奏是一首歌創造的 所以我覺得無論所有樂器 你可以說所有樂器都在打鼓 對 所有樂器都在彈奏 都需要節奏 都需要節奏 對 所以我覺得 我特別沒有把這件事情變得很 讓人家一聽就Gate到 或是一聽就知道說 我是一個鼓手發片 對 就是我也沒有要刻意要做這件事情 只是我覺得這個音樂 我覺得該長這樣 他就應該是長這樣 好 我們現在聽到這個歌 是地獄的家 沒錯 其實在這個歌裡面 就是奎剛有講到2023年 對他來講 當然不是那麼好過 沒錯 所以他自己的人生裡面 經歷了必須要放下的 那個過程的訓練 沒錯 對不對 他走那條苦路這樣子 對 但是地獄的家這首歌 是找了MARS23 沒錯 阿葉來幫你配唱製作這樣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他在 你知道MARS23 其實他自己單飛的時候 其實也滿成功的 對 滿成功的 對 然後他也聽我聊過這首歌 很多的故事 跟我寫這首歌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 除了我之外 第二個了解這首歌的人 所以我覺得找他配唱是一件 我覺得還滿適合的 對 大家有發現喔 地獄的家 這首歌中間有很長的一段 音樂這樣 沒錯 對 因為這一段其實 當初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編了很久 然後我非常喜歡這一段 我也覺得這一段 可以把那個 有點像是遊地獄 或者是遊人間的這種 遊歷感 轉身 對 一個很像在歷險的感覺 對對對 把它體現出來 這是我一直在 那時候一直在 猶豫到有沒有放這個 橋段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心裡面想說 是不是很少人做這件事 很少啦 的確 然後大家觀眾聽了 會不會有耐心想要聽下去 就是我考慮很多 那時候跟 我的另外一個持續人聊天的時候 他就說 你喜歡嗎 我說我很喜歡啊 那喜歡就放啊 不要管那麼多 對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年代 因為像 我們剛剛聽音樂的時候 劍哥有聊到嗎 因為有關於He Song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不能把 我們應該要寫一首流行歌的 心態擺在第一位 對 因為你們發片 不是為了這個目的而來 對吧 我覺得發片發音樂這件事情 是我有故事想要跟大家講 我有話想要跟大家講 而且累積夠久了 所以這些東西它都非常的具體 而且已經思考很久了這樣 沒錯沒錯 對 好這是整張專輯 你後來決定用《地獄的家》 來當專輯的title 沒錯沒錯 因為《地獄的家》 比較像是我覺得 我自己可以難刮我 就是這個2023年的一個經驗 所以叫做《地獄的家》 好接下來我們有一首歌 令人討厭的誰的一生 沒錯 回到了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8點50分 今晚來到《娛樂一世代》的是奎剛 這首歌令人討厭的誰的一生 那個誰我反而覺得你好像在講自己 對 或者是每一個人自己 對都是自己啊 對 對啊 就聽你的歌以後 如果不小心對到了哪一句歌詞 我就啊 對 就覺得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黑暗這樣子 對 所以我相信 去年嘛 令人討厭了誰的一年 你的那一年 對 所以你覺得有沒有很有道理 因為那一年那麼討厭 其實他就造就了你在這一個作品裡面 出現很多有靈有肉的東西 這樣 我其實一直覺得說 像這首歌雖然取名叫 令人討厭誰的一生 嗯 而且其實有點是有點致敬那個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 對啊 我超愛 對 就致敬這部電影的名字 然後其實我也 其實 講是這樣講 令人討厭誰的一生 但其實我會認為每一個人啊 在生下來這個 你在選擇你這個生命歷程 其實你早就知道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知道嗎 其實你早就知道 你一定知道你這個生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對當然 你才會選擇這樣的人生 哦 所以你經歷的那一些 雖然是令人討厭誰的一生 但是你後面一定會學到什麼 嗯 有一些是很怕來 很怕他會出現 很怕他會出現 對 有一些是 嗯 但我想你講的也沒錯 就是說 基本上都無法複製嘛 都無法複製嘛 對不對 所以不管你討不討厭 你還是得接受這樣 對 而且他其實就像剛剛講的那個話題 就是你要放下執著 你就必須體會執著 你要放下痛苦才能體會痛苦 那所以其實就是 你就算你現在在經歷一個 這麼難過這麼struggle的狀態呢 其實都是為了你之後 能夠變成一個更好的 你的一個版本 嗯 但是當然有的時候 我覺得這首歌也是 剛剛那首 《令人討厭誰的一生》也是在寫給 現在正在怨嘆 為什麼我當初的那些夢想 到底跑去哪了 為什麼我現在會變成這樣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經歷過這樣 當初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跟很多人講 我要變成怎樣 我以後當然要怎樣怎樣怎樣 我要賺大錢啊 無論你有什麼夢想 但是當你過了 你可能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之後 你怎麼會變成那個 有一點令人討厭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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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一開始就覺得說 開始就問自己 如果我變這樣 是不是因為我自己太過浪漫了 對 但是其實 我想要講的就是 你的一生都還沒有過完 所以我最後面那一句 令人討厭的誰的一生還沒過完 的意思就是 還沒過完 其實還沒有過完 沒錯 對 你的一生還沒有過完 最漂亮的 或者是你可以回過頭 跟你的人生說謝謝的那一刻 請你一定要等到那個時候 沒錯 對啊 好接下來 聽說這個吉他是盧廣仲彈的 沒錯 我請勒他來彈 今天我們聽到這個歌叫鹽巴 你聽到盧廣仲彈吉他 然後呢 那個和聲的話是皇后脾翔 對 但廣仲也幫你當配唱製作人 也幫我當配唱 哇怎麼配唱 就是 他其實配唱蠻好玩的 因為 剛剛不是提到 第一人家是罵十二三阿葉配唱 對啊 他配唱的方式是從小細節堆 大大畫面 可是廣仲不是 他完全反過來 他從大畫面裡找小細節 他不是說我先告訴你 我想要你這個 有點像是一個 你在說一個故事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哪個字哪個字哪個字 哪個字 可以怎麼唱怎麼唱 怎麼唱 這樣子 就是慢慢來找 像你跟廣仲那麼熟 對不對 然後如果真的 在配唱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有一點 會這樣怪怪 反正覺得有時候有點好笑 真的喔 因為就是太熟了 所以就可以 欸 什麼 什麼方式都來亂搞一下 對啦 但是讓廣仲來幫你配唱 當然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我們先跟大家來聊一下 就是說 因為奎剛他發行的個人的迷你專輯 這是第一張 那當然是算是偶心力寫之作 因為花了很多的時間醞釀想像 在無數個夜晚在腦海裡面慢慢的去叼那個 那個 音樂作品的樣子 對不對 沒錯 那他真的面試了 你對他跟大家的交流 你有什麼期待 你有想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也能夠傳遞這些音樂 因為首先我看到你竟然有實體專輯 對不對 有實體喔各位 而且邀請很厲害的設計者 一起來合作 對 無建龍 還有插畫設計師Tag 對啊 那你自己呢 你有什麼期待 這個音樂他透過已經完成的方式 來跟歌迷交流這樣 其實因為我覺得奎剛的概念 其實不太像是我們一般看到 或是在trash那樣 就是告訴你 沒事啦 一切都沒事啦 你一定會更好的 一定會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奎剛有點像是說 我沒辦法完成你所有的願望 我也很遺憾地告訴你 大部分學的願望都不會實現 然後我也要跟你講 你的明天可能也不會更好 未來也不會更好 明年也不會更好 對啊 一月二號以後不要邀這種 來賓好嗎 對 有點出眉頭 但是其實呢 奎剛想要告訴你 是什麼 你知道嗎 奎剛想要告訴你 就算這個世界不會再變更好 但是你要永遠記得 奎剛會一直在你身邊唱歌給你聽 哇 所以 所以 那你就應該要辦一點 辦一點live啊 對啊 我在 年後啦 會有一些live的一些計畫 但是現在目前都還在洽談當中 所以有更多的資訊可以上奎剛的Instagram 搜尋KUIGANG奎剛 就可以找到我的所有資訊 對 這首歌叫虛情與狼狈 沒錯 當我們走到整首歌的最後這一段 嗯 接下來的 四分鐘 四分鐘 對 你聽到的都是下雨的聲音 沒錯 這個下雨的聲音 對你的整張做ending有一個特別的用意嗎 其實剛開始 我覺得叙叙狼狈被這首歌的這個氛圍很適合在下雨的這個情境聽 嗯 那有一天呢 我在找那個下雨的聲音 因為我中間其實有一段就有塞下雨的聲音 嗯 我找著找著我就睡著了 喔 哈哈 對 我懂了 對然後我就覺得欸 那下雨的聲音其實很適合讓大家好好的入眠 因為就像有些人會聽那個白噪音 對 入睡一樣 它其實是一個很催眠的感覺 我在我家我會看YouTube的那個火爐 對對對 然後那個火爐的聲音 那個聲音 對 然後就很好睡 對 那下雨也有一個異曲同工之妙 嗯 所以這個下雨的聲音的用意就是讓大家聽完這張專輯 可以好好的睡覺 嗯 然後面對一個不會更好的明天 哈哈 好謝謝奎缸 接下來我們聽五秒下雨的聲音 好好謝謝你 五秒就好不然大家睡著 好 嗨 好 sugges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